我們來看一下核能發電廠 核能發電廠它能量的轉換是這樣子 一開始是核能 產生核能以後它會產生很高的溫度 它會變成熱能 然後這個熱能它可能會 可以把水蒸發變氣態 那水蒸氣它會在管線裡面跑 跑的時候會去推動發電機的扇液 就變成動能 再轉動動能 那發電機一轉 轉的時候動能就會變成電能 電能再供到我們來使用 可以嗎 所以這是它的能量的轉換圖 一開始是核能 核能在製造核能的過程當中 它會產生熱會變成熱能 這個熱能會把水氣化變成水蒸氣 水蒸氣在管線裡面跑 它會去推動扇液 發電機的扇液 所以發電機會轉動變成動能 那發電機一轉動 這個動能就會變成電能 輸出來供我們來使用 所以這樣這一題我們就可以輕鬆地分 發電機的扇液 超級別的程度 發電機 再轉動 再轉動 發電機 再轉動 發電機